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服务业管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服务业管理教学课程 在上一讲次我们介绍了服务人员管理 这一讲次我们将进入第六单元 服务现场管理 介绍第十五章服务接触管理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 治理技术学院行销与流通管理系 陈建佑老师担任本讲次的来宾 严老师以及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治理行管系的陈建佑老师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服务接触管理的相关理论知识 以及实物的案例 本讲次主要有三个重点 第一服务接触 第二服务接触的类型 第三服务接触的相关理论 首先我们介绍第一节服务接触 服务接触是指服务人员与顾客 在直接接触的时间点内 双方互动及影响下所共同形成的经验 而此经验不只在于顾客和服务人员之间的 互动过程 还包括了整个服务组织和顾客之间 所有可能发生的所有活动 这个涵盖的是服务人员 或者是有型的设备设施等 可以看见的或者是可以触及的一些事物 因此服务接触是从第一个接触时间点开始 到完成所有服务的诊断时间内 顾客所感受到有型的实体环境 例如豪华旅馆 富丽堂皇的大厅 舒适的沙发区 或者是无形的服务传递过程 例如是顾客以客为尊 宾至如归的一种亲切服务 服务接触是影响顾客 知觉服务品质的重要因素 也是整体顾客经验的成败关键 北欧航空公司的前任总裁 James Carson 将这个服务的接触的重要时间点 称之为关键时刻 Moment of Truth 也就是说顾客跟服务企业 员工相互交流的时刻 广义而言就是指顾客 与服务企业的各种资源 发生接触的那一个时刻 当顾客正在评估这个服务 并对这个品质形成看法时 通常就会发生在当下短暂的 某一个瞬间的接触 而这个时刻也就决定了 服务企业未来的成败 所谓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工 服务企业投入众多的资源跟交易训练 就是希望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James Carson也指出 平均每一位顾客 接受北欧航空公司服务的过程 当中会与五位的不同服务人员接触 在平均大约每次接触的短短15秒之内 就决定了整个公司在乘客心中的印象 这会影响顾客对于服务品质的一种知觉 例如一位搭机的旅客 会经历一连串的服务接触 包括电话定位 订票 机场柜台报道 及行李托运 登机的手续 还有包括机上的服务 以及行李的提灵等 而这五个15秒钟 可能就是北欧航空公司服务接触的 关键时刻 每个员工都应该在顾客面前展现出 最好的15秒钟的一种服务 这也就是服务企业能否争取到顾客的关键 关键时刻通常就是获得优良品质 及声誉的关键要素 也能为企业创造独特的竞争优势 所以强调一个服务企业 它应该要颠覆旧有的组织架构图 将底部与顾客接触的服务人员 倒放在位置 在组织图的最上方 将焦点再满足顾客的需求 那Jan Carson呢 他也从服务人员的A 就是外表 B是behavior 行为 还有呢 C Communication 这沟通三个方面来着手 来改善服务接触的成效 因为他发现呢 顾客的第一个印象的成分里面呢 外表行为跟沟通 分别占了52% 33% 以及15%的重要性 也是影响顾客呢 忠诚度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Jan Carson呢 他是在1981年 进入北欧航空公司担任总裁 这个公司呢 在之前呢 是连续的亏损 而且金额非常非常的庞大 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 公司就转亏为盈 因此呢 服务接触的管理 就成为许多服务企业 非常重视的管理课题 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节 服务接触的类型 根据服务传递的方式 服务接触呢 可以分为三种的类型 包括面对面 电话以及远距的接触 这个部分我们请陈老师 为我们大家详细的说明 第一个为面对面的接触 是指服务人员和顾客 面对面的接触 除了口头言语外 还包括了外在的线索 以及实体的设施 例如餐饮服务人员的穿着 脸部表情和辅助的设备 面对面的人际接触 是双向的人际的互动 也是角色扮演的结果 因此顾客的肢体语言 也通常表现出 他们对于服务品质的评价 而服务人员 可以从顾客这些的资讯中 迅速地调整其服务的动作 第二则为电话的接触 是指服务企业与顾客的接触 主要是透过电话的沟通来达成 例如航空公司定位与客服中心 电话的行销中心等服务人员 经常需要透过电话与顾客 进行服务的沟通 不同于面对面的服务接触 电话接触在互动上 存在的较多的变化性 例如员工的口计 态度 专业知识和处理效率 都会直接影响服务品质的认知 第三则为远距的接触 是指服务企业非透过人员 直接与顾客进行互动的接触 通常是经由邮寄 网络和机器的设备来完成 例如顾客透过银行自动提款机 进行金融交易的服务 消费者透过网际网路订购商品 由宅配的方式送货到家 虽然远距接触缺乏人与人的互动 但每一个服务接触点 都一样会影响顾客 对于服务品质的认知和满意度 尤其是要注意服务事务时的 处理的机制 谢谢陈老师的详细说明 另外根据服务接触的程度 也可以区分为高度的接触 中度的接触以及低度的接触 在这个部分说明之前 我们先休息一下 在以上的说明之后 服务的接触也可以依据高中低 分为三种的类型 这部分我们请陈老师 为我们详细做说明 好 第一个高度的服务接触是指 顾客必须轻视到服务的企业 现场使用设施或设备之外的 服务的接触 而且消费者在接受服务传递时 从头到尾都必须和服务业者互动 服务接触的时间点较长 例如健身的俱乐部 美容SPA 旅馆业的 顾客必须在特定的场合由服务人员提供服务 这种顾客与服务人员之间的接触既实质又具体 主要服务的是人 而不是物质 藉由塑造出业者服务之美好的形象 吸引顾客前来与服务人员互动 而在服务传递的过程当中 顾客通常会接触到许多实质的讯息 例如建筑物的外观与装潢 设备与摆设 服务人员的穿着与表现 甚至是其他顾客的行为等 而第二是有所谓的中度的服务接触 这种服务传递的过程中 仅需要顾客较少实质上的摄入 顾客与服务人员接触的密度较少 顾客可选择在服务企业的所在地 或选择其他的服务地点 仅需等到服务全部结束 顾客即可离开 例如消费者可以透过 分布台湾各地的7-11 进行信件或包裹的快递服务 当完成托付的手续后 就可以透过快递公司 完成运送的服务 第三则为低度的服务接触 这类型的服务传递过程中 顾客与服务人员 极少的实质的接触 或者接触时间较为短暂 反而都是借由电子或实体的配件 管道作为媒介 进行远距的服务的接触 随着资讯与科技 还有网路的进步 透过电话或网机网路 就可以完成服务的传递 许多高度接触的 与中度接触的服务页 也渐渐转变成低度的接触 越来越多的顾客 使用自助式的服务 或直接上网搜寻及购物 例如7-11 iBone购买了高批的车票 利用网路在美国亚马逊网站购买书籍 藉由这些科技的服务的方式 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 享受虚拟交易的方便性 谢谢陈老师的详细说明 透过以上的说明 想必各位同学对于服务接触的类型 有更深入的了解 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三节 服务接触的相关理论 服务接触是整个顾客服务经验的核心 每一项接触都可能包含顾客 与服务人员或设备的互动 将会影响顾客对于最终服务绩效的评价 而服务接触的相关理论中 最为知名而且重要的理论 应该是属于服务生产模型和剧场理论 以下我们就为各位同学详细说明 这两种理论 首先第一 服务生产模型 服务经验是指顾客在整个服务消费过程中 所产生的一种感受 也是影响服务绩效和顾客满意度的 重要因素 服务生产模型是将行销作业与顾客 整合在一个系统里面 用来描述顾客可能接触到的服务企业环境 各位同学可以在图中可以了解 服务生产模型 服务生产模型主要包括服务实体环境 第一线接触的员工 其他顾客 以及服务组织里面的内部资源系统等 四项因素所组成 我们举例来说 一个团体旅游的服务生产模型 是由服务顾客的旅游人员 包括了旅行社的业务 服务人员领队导游 还包括了餐团的客人 旅游的实体环境 以及旅行社运作机制等四大部分所组成 那么服务生产模型 也包含了看不见和看得见的 这两大部分 那么而看得见的部分 也就是构成服务传递系统 那么看不见的 则是技术的核心 而根据接触的程度的高低 服务作业的可见的程度 是有所差别的 在高度的服务接触方面 可见的程度是相当大 需要针对互动的过程来进行管理 相对的低度的服务接触 可见的程度就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少 那么技术的核心 一般通常是位于后厂 大多是是顾客看不见的 透过技术的核心 服务企业将投入要素进行处理 并转换成服务的产品 举例来说 餐厅的厨房是根据了顾客的订单 针对食材进行处理 而烹调出顾客指定的美食佳肴 虽然后厂的作业是顾客看不见的 但是后厂运作的效率 也会直接影响到前厂的服务的传递的作业 例如餐厅的厨房烹调的速度太慢 会影响到前厂服务人员的送餐作业 而服务传送的系统 则是指的技术的核心处理完之后 我们如何把服务商品 传递给我们的顾客的一套机制 这包括了顾客可能从 这个可看得见的服务的作业系统 例如服务人员设备或设施等等 此外服务场所中的其他顾客 也是属于我们服务传送系统中 其中的一环 在服务的生产跟运送的过程当中 顾客企业以及第一线的服务人员 互动的良好程度 是影响服务生产系统 价值创造的重要因素 而有效的服务传递在于 顾客企业还有服务人员之间的 一个良好的互动 为了要去创造一个服务的生产系统的价值 顾客应该如同人力资源成为整个系统的一个部分 而服务生产模型里面包括了四个重要的成分 那这个部分我们请陈老师为我们详细的做说明 好的 服务生产系统的第一个因素是 服务的实体的环境 它是指顾客在服务提供的地点时 所接触到周围实体环境的形式 外在及其他有关于服务体验的要素 由于服务具有无形性 因此顾客对于品质的感受 常常缺乏客观性 他们必须依赖服务当时周遭的实体环境 来帮助他们评估服务的品质 服务的实体环境包括了 周遭的环境 空间与机能性 以及标志 符号与装饰 不同的企业对于服务环境的运用 是有所差异的 透过服务环境的规划与设计 服务企业可以有效地包装服务的产品 顺利进行服务传递的程序 促进了服务人员和顾客的互动 并创造服务企业的差异性和竞争的优势 第二是第一线接触的员工 在服务生产系统中 员工可以分为和顾客有所互动的人员 以及和顾客没有互动的人员 和顾客有所互动的人员 主要是与顾客接触的员工 或者是第一线的服务的人员 这些员工主要的职责在于提供核心的服务 和顾客进行服务的接触 例如旅客在观光旅游的服务生产系统中 会与柜台的人员 行李员 服务中心 餐饮的服务人员是直接的接触的 由于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常识同步的进行 因此顾客与这些接触的员工的互动 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而且许多的服务企业也非常重视 第一线服务人员的临选和专业的训练 作为服务差异化的重要的依据 例如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空服员 是整体优良顾客服务的最重要的一环 目前已是全球化的品牌形象 也是世界所有航空公司中形象最为鲜明的 呈现亚洲人的亲切 迷人以及优雅 就如同在客舱服务一样 第三则是其他的顾客 服务企业对于其他顾客的管理 也是影响整体服务体验的一项重要的因素 因为其他的顾客可能会对于 正在接受服务的顾客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例如团体旅游过程中 少数的顾客的迟到影响到多数旅客的权益 电影院少数顾客手机的声响或高声的谈话等 虽然这些影响很难经由事先预测而且来排除 但是服务企业应该预先规划这些的管理机制 降低了这些顾客负面行为的影响 第四则为服务组织的内部资源系统 顾客的服务体验也需要服务组织内部资源系统的支持与协助 才能顺利完成服务生产的过程 虽然这个部分是看不见的 例如观光旅馆的房屋部负责客房的清洁与布巾的清洗 管理部负责财务的安全以及相关的管理工作 采购部门负责身材器具以及食材的采购 工程部负责设备的维修和包养等 缺少这些旅馆后厂组织与系统的运作及处理 是无法提供高品质的住宿的服务的 谢谢陈老师的详细说明 在介绍接下来的剧场理论之前 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们介绍服务接触的知名理论 剧场理论 由于服务传递的内涵与过程 是包含了一连串的事件 因此顾客看待这些事件 就如同在看表演一般 所谓服务如细 许多学者便以剧场的概念 来阐释服务经验 这就是所谓的剧场理论 学者Golfman 首先是以戏剧的表演的生动的过程 来比喻社会的互动模式 而提出所谓的剧场理论 后续的学者也针对这个部分 进一步把剧场理论的观点 引进服务业的领域 认为服务的区域可以划分为前场跟后场 而且前场的概念扩展为所谓的服务剧场 重视的是人员声音过程 并且将服务传送时的情境 以戏剧的一种表演的方式来看待 用来解释服务消费时的一种互动关系 服务像是一套服务的剧本 顾客是人力资源的核心 因此服务剧场理论是将服务人员和顾客 视为一个舞台的演员和观众 共同参与服务的演出 那么学者也发展出完整的一个服务剧场的架构 那么也指出服务传递的过程是包含四项的要素 第一是场景 服务的传送的一个实体环境 就像是一个戏剧的舞台 而随着剧情的演出 舞台也会随之变化 一般来说顾客直接接触的实体环境 大多是有在前场的一个部分 第二个是演员 服务人员也是与顾客接触的第一线员工 在戏剧中他有一个应扮演的一个角色 他们必须要穿上戏服 就是他的制服 依据脚本 这也就是服务企业的一个标准作业程序 而对顾客演出一场服务的好戏 第三个要素是观众 接受服务的顾客 由于服务的生产跟消费是同时发生的 顾客无法置身事外 在服务的一个生产的工厂当中 顾客的角色不但是重要 而且他的行为也会影响服务的结果 第四的要素是表演 也是服务的过程当中 顾客与服务员之间的一种人际的互动 当然这个也是服务传递的一个主要的核心 具体上理论是将服务员的一个还有场景 还有顾客之间的一种互动的整合之后 所形成的一个最终的结果 也就是服务表现 包括了有型的产品的品质 服务的速度 或者是服务的流程 系统的资源等等 顾客所感受到的服务表现 当然会形成他对于该次的体验 例如从服务剧场理论的一个观点来看 一个团体的旅游的服务 它是由服务的场景 旅游的服务人员 包括了领队导游 还有包括了顾客跟人际的互动所构成的 那对于一个参加团体的旅客而言 他也具有应扮演的角色跟采用的剧本 例如为了要让团体旅游进行能够顺利 每一位的顾客必须共同合作 还有努力遵守团体行动 应该有的一个社会规范 或接受旅游服务员所安排的剧本 扮演一位称职的旅客 而服务的剧场理论呢 我们又可以细分为所谓的角色理论跟脚本理论 有关于这个两个理论的详细的内容 我们请陈老师为我们大家做说明 第一个角色理论是指的在服务的传递过程当中 服务人员和顾客依照预定的角色来表演 角色是经由经验和沟通所得到的一套的行为模式 或是在某一个环境或剧情之下 社会所期待的行为模式 透过该行为模式 个人在某种社会上的互动 针对所追求的目标而达到最大的效果 而在每一个服务接触中 服务人员和顾客 各由其所必须扮演的角色 服务人员必须演好自己的角色 以符合顾客的期望 否则便会造成顾客不满意 或甚至流失顾客 另一方面 顾客也应该才依照规定 或是采取社会的期望的行为模式 否则就会可能会对服务的企业 员工或其他的顾客带来麻烦 例如在飞机起飞或降落时 旅客需要回座位 扣紧安全带 收起桌子并素质以备 而在高级的餐厅用餐过程当中 顾客需要保持轻声细语 而在第二个脚本理论 是指的是服务人员和顾客 必须按照脚本来演出 脚本是指在服务传递过程中 服务人员和顾客 所要学习及遵守的 一系列有顺序的行为 服务人员必须接受正式的教育训练 而顾客可以经由经验的学习 教育及其他人的沟通而得 顾客对于这家服务企业的经验越丰富 对于脚本的熟悉度也会越高 脚本描述在整个服务传递过程中 服务人员和顾客所应遵循的行为内的内容跟顺序 任何脱离脚本的行为都可能会造成 服务人员和顾客的挫折而产生的不满意 脚本的变更可能是由于新设备或者是新的服务的商品 或用科技将高度服务接触转为低度的服务接触 则必须对服务人员和顾客进行所谓的教育 使其了解新的脚本的内容以及利益 以免造成误解或者是骗误 有些服务企业的脚本具有非常严格的强制的规定 因此缺乏变通的空间 服务人员只要按照这些的规则去执行职责 便能达到快速且有效率的工作 例如银行业重视内控的管理 对于从业人员有着严格的规范 医疗服务的脚本也是如此 具有严格的标准的作业程序 但是也有些服务企业会给予员工 其脚本的调整的空间 使服务人员可以依照顾客和情境的不同 进行适当的调整 提供客制化的服务 例如餐厅的服务人员 法型的设计师 教师 理财专员 或者是管理顾问 例如餐厅的服务人员 可以依照状况提供顾客 适当的服务食物的补偿 例如赠品的赠送的饮料 或者是小菜等等 谢谢陈老师的详细说明 所谓服务如细 各位同学只要了解服务的接触就像一出句 来解释里面的现象 大概就可以理解以上的内容 以上是本讲次的内容 下一讲次我们将介绍第16章 服务失务管理 重点包括服务的失务 以及服务的补救 欢迎各位同学下回暗示收看 再会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观看